大家好,我是 Jenny,我在 Barmore School上学 然后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我们学校 通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学生的作业和展示 在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活动 然后一些特别的节日的时候 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这个中间展示出来 给大家,供大家欣赏 以及对有一些知识进行更多的理解 像这些都是我们学校的旗帜 这里面有所有的学生或者大部分的学生所来自的地方 能够让学生感到他们有一定的归属感 好的,这里就是我们的食堂了 通常这里会有一些主食呀 包括那边有像三明治或者是沙拉 各色的沙拉 以及一些的马粪还有水等一些食物 包括我们也有汤 我们通常会在这里吃早餐和午餐 然后平时像在我们在课间休息的时候 这里也会摆放一些零食 现在我们就要去到我们学校的图书馆了 我们的学校的图书馆通过Birthday Book Club Program 来引进一些新的书籍 这也是家长帮助孩子庆祝生日的一种方式 同时也可以帮助学校能够有新的一些书籍和一些设施 同时这里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习的区域 像这里有很好的日光 我们平时可以在这里有非常好的学习 包括我平时也喜欢在这里来学习 这里呢就是我们学校的初中的一个图书馆 这个地方非常的舒服 像这里有不同类型的书 你都可以能够一应俱全 这里都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初中的区域 好的 这里是我们曾经我们学校荣获的一些奖牌 包括里面有像排球 篮球 羽毛球等 球类项目的运动的一些奖章 这里呢就是我们学校的体育馆 像这里我们会进行一些练习以及校内的比赛 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内体育馆 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就是可以进行不同体育器材的一些使用啊 包括一些学习 这里是我们学校体育馆上方的健身房 这里是对像老师学生都是开放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健身 包括好多学生都喜欢在晚上啊 到这里过来健身 像这里有一些基本的运动器材 比如说啊 哑铃啊 包括一些啊 跑步机等这样的健身器材 给大家使用 这里是我们学校三个实验室之一的物理实验室 在这里我们上课同时也做实验 我们经常通过实验的方式来了解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论或者公式 这样对我们来说会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对学习包括这个学科的一些理解 这里就是我们的化学实验室了 在这里呢我们通常会进行一系列的很非常多的实验 像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刚做的一个关于阿斯匹林的实验 它非常的有趣 同时我们在这里能够啊有非常非常多的实验的进行 能够让我们接触到不同的物质在一个安全和有保护的情况下 这里是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个实验室生物实验室 像这里有一些啊标本 包括我们会做一些实验 解剖类的实验等一些包括显微地下观察的一些实验 都非常的有趣 像这个里面呢是我们学校的温室 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植物的啊观察它的生长 包括去种植一些啊植物 现在呢来到了我们学校的剧院这里可以容纳超过两百个人 那里是我们的啊总控控制室 然后在我们的剧院呢通常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像这样的一些表演 包括我们高中的初中的音乐剧 还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在这里投射电影等这样的一些活动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那么如果你对像这个剧院的一些设备啊这些感兴趣的话 我们也有一门课程像就是专门去学习 如何去调制包括是灯光声音音效等这样的一些知识 这里是我们学校的Aikens House 它是这里著名的一个建筑物 同时是我们学校具有标志性的建筑 它有大约一百多年的历史 学校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发源的 现在的主要用途我们一般用来做课外活动 或者是一些社团以及一些小型的聚会 这里是我们学校最新的一个建筑 它是一个艺术楼 然后像这个楼道里面呢就像是画展一样 会有一些学生的一些创作作品啊 包括我们会及时的去更新一些作品 然后来展示学生的一些这些艺术作品 那么在一楼呢主要的就是一个艺术的和一个绘画方面的一个东西 这里呢就是我们位于在一楼的艺术教室 像一些艺术的作品和一些创作都是在这里完成 学生们可以用自己不同的喜欢的一些比如说桃艺啊 制作玻璃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在这里完成 像我们有一些先进的设备 啊这里会有一些啊能够让学生能够更加的有创造性的去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东西 这个的二层呢就是我们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音乐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啊 像我们的音乐教室包括学生们在这里有一些啊集体的大合唱呀 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些练习 那么这里呢也有不同的设备我们可以使用 像这里我们学校有自己的电台节目 那学生呢就可以利用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些创作 包括我们有自己的录音棚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啊录制 在对面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啊修改呀整合 然后形成我们自己的电台节目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木工房了 在这里学生可以学会使用木材去进行一些简单的啊 比如说建一个椅子呀或者是一张桌子等一些简单的学习如何啊 这些木工方向的一些基本知识 同样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有像3D打印机 学习一些3D打印或者是有一些啊热压机这样的先进的设备 这里就是我们的舞蹈教室了 通常像一些舞蹈的训练啊我们都会在这里进行 那么像学生比如说他以后想作为这个舞蹈 作为他的专业呢他在放学之后或者是当他空闲的时候 也会就是啊到这个地方来啊进行一些训练 包括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啊有针对性的一个训练 现在我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宿舍的公共休息室了 像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日历记录着我们的一些节日呀 包括一些活动以及一些啊像一些有趣的安排 还有我们有一些啊可以玩的一些娱乐设施 包括同学们可以坐在这里一起聊天呀 包括是做作业等还有就是像我们看电影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啊学校的一个厨房了 同学们都可以在这里使用在特定的时间里面使用厨房 像我们会有冰箱啊包括每一个学生也会有自己的一个 小的一个隔间来放自己的碗筷 我的女儿毛一彤来自于中国 她目前就读于Bellemore School八年级 我们选择别学校是希望孩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我们于去年九月来到了学校 学校优美的环境 完善的教育设施 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和笑容 使我们感觉不到陌生 完全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这一切都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让女儿独自留在这里 半年过去了 女儿进步都让我们很兴奋 就像我身后为女儿出生时的提词一样 更独立 更自信了 每次视频中孩子灿烂的笑容 都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 知道孩子来对地方了 别学校的老师们非常关心毛一彤这样的国籍生 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是 刚去学校的时候 经常生病 是老师给予了无畏不至的关怀 学校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 艺术交流 戏曲表演 使孩子不那么思念家乡了 老师们也经常与我们视频及邮件的沟通 对孩子情况给予了我们及时的了解 这样子都我们很放心 我们希望孩子未来能在别学校努力的学习 长大后服务 回报社会 做一个有爱心善良的女孩 最后我们也非常感谢 别学校的每一位老师 希望别学校越办越好 我是潘亦然 Pansy的妈妈 我想今天聊一下潘亦然 进入Bomoral Hall以后的一些 生活和学习的情况 我们Pansy是在2018年9月 来到了美丽的加拿大 温尼波的Bomoral Hall学校 那我们当时作为家长 也跟他一起来到了这样的学校 开始了他的新的学习旅程 那我们发现 Pansy在这四年的高中学习生涯中 得到了学校和老师的非常好的关爱 那么在整个学校的一个学习生活 都非常开心愉快 特别是在学术上 他的不管是在理科还是在人文 都有很高的一个进步 那我们作为家长在中国 孩子在加拿大 那么潘亦然他是在Bording School生活 所以学校也安排了很多 非常丰富的课与生活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 那特别也是因为 18年到2022年 有两年是在这个疫情的阶段 孩子不能正常的回来过暑假 那么在学校都安排了 非常好的一些trip 到国外去给他们见识眼 见识眼拖展他们的生活 所以作为家长来讲 我们跟学校的沟通 除了每个月的一些家长会 和邮件沟通以外 我们有及时的事情 也能够找到老师 找到Bording的老师 一起给予支持 特别是潘亦然在2022年 他顺利地录取到 华铁路大学的电器工程专业 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想在这里说 如果您希望孩子 能够在国外 获得更好的一些不同的生活 或者是学习里程 尽早的规划 能够像我们孩子一样 现在能够进入一个理想的大学 好了 到这里我们的参观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参观 Hope to see you soon Bye Bye